在篮球场上最简单的避免犯错误的方式 就是把球抱在自己的怀里 或者把球传给你的队友 这样呢你会避免失误 但你永远不会得分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 最大的错误永远不在意你的决定有多么的愚蠢 或者你的行动有多么的鲁莽 而是停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我们能够在每一次的错误中收获一次力量 一次战胜恐惧的力量 我们之所以不愿意犯错误是源于对错误结果的恐惧 而事实上人们最深远的恐惧 莫过于对未来未知的恐惧 反之当我们付诸行动 做出决定 无论如何我们自然而然会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方向 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更有信心的走下去 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人都能够正确的理解 上述所提到的错误代表是什么 我们并非在鼓励大家犯错 但是要直面并战胜错误的勇气 所以说 at this moment I'll challenge you make a mistake and let it cheer you on thank you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